回去不叫不客氣的話 就玩XXXX 拿著重新買的機票 旅客整個超火大 痛批華航機師罷工 影響他們的權益 機師這方面 老是一天到晚在提罷工 選擇這個時間點 絕對是一個錯誤的 原來這位先生要搭乘 桃園飛廈門的航班 8號機師公會宣布罷工 讓他提早趕來桃園機場 籌買機票 後來才發現自己的班機 根本沒取消 機師們選在初四罷工 影響華航航班 也讓旅客麻煩 比較一個柔性的訴求 而不是用罷工的方式 對 這樣子的話 會傷害到那個旅客的權利 那以後大家都覺得 那以後我就不要做華航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另外受到困擾的 還有旅行涉業者 旅客很擔心嗎 有 已經有打電話來問 後天會不會飛之類之類的 可是因為 整體的措施都還沒下 也沒辦法跟他做回復 旅行涉業者電話 從凌晨就接個不停 整晚都沒睡 就是旅客新急退票 後續處理事宜等詢問電話 幾乎沒斷過 航航機師選在春節期間罷工 勞資雙方爭議 卻讓旅客成了最無辜的受害者 記者盧依宏全家龍骨輕盈兩萬餘桃園報導